希臘救命錢未必到 美國有望傾點數 希臘國會成功通過了2013年的預算法案 加上星期三以捨微票數通過的緊縮計劃 及勞動改革計劃 希望趕及今個月底前獲得300億歐元貸款被過破產 不過德國財長就潑冷水 說歐盟不須要趕快課水給希臘 原先預計今晚開的歐盟財長會議 亦可能延遲到今個月底 希臘的命運似乎還有變數 至於美國就有好消息 近來搞到市場騰騰陣的美國財政懸崖突然有轉機 時光民主和共和兩黨對減少財政一直存有分歧 昨天竟然齊聲公開說有計談 民主黨說雙方會同意對開支和約干稅務的準則 作出輕度的改變 以解決財政懸崖危機 有共和黨人亦都說他們的協商空間仍然很大 認為需要採取自動措施的可能好味 看來奧巴馬不用一上任就跳崖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